每個月償還金額,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 函數裡面有一個PMT PMT那個函數主要是計算那個 房貸的那個每個月要償還的金額 有一個叫PMT 那在我們的VBA裡面同樣也有PMT 用法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一個是在函數裡面,一個是在VBA裡面 那使用的方式的話,我必須要先取得這三個資料 那怎麼取得三個資料 第一步就是說呢 我宣告,這邊當然定,定的話就宣告 宣告後面的話會有四個變數 如果今天,那這個地方你不宣告也沒關係 VBA彈性非常的大 你不宣告也可以 宣告當然比較好 比如說我宣告了四個變數,分別X,Y,Z,W 那逐一的話,第一個我要取得什麼?利率 那利率部分的話,就是從哪邊取得呢? 其實就是從那個我們的這個 我把這個 從利率就從這邊取得 但是我輸入的話是一個什麼?一個整數 並不是百分比 所以我必須要怎麼樣? 再把它除以多少?除以100 不然的話,出來的這個值不正確 所以這邊要除以100 那我要怎麼取得上面的值呢? 就是買Rent,有沒有 我特別講到那個名稱 裡面的東西的話呢 如果是文字方塊,可以填入的話就點TES 所以呢,第一個我就除以100 除以100之後的話呢 比如說輸入2,實際上是2%嘛 所以除以100之後就變成2% 所以這個地方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要取得什麼?幾個月 那幾個月是從買EU裡面 我輸入,比如說 輸入的是 年數,比如說輸入20的話 那特別注意,因為PMT裡面是要總期數是要月 所以將來這個總期數必須要再乘以 12個月 然後再來貸款金額的話 我輸入的是買PV 裡面,因為我輸入的是比如說1000萬的話 我是輸了1000 那1000跟1000萬差多少?差了1萬 所以要把它撐起來 也就是說分別呢 把這些值先放在Y,Z,W這個變數裡面對不對 先存放之後的話呢 那再利用什麼呢?PMT 這邊就要PMT的計算方式的話 那我這個前面加一個INT 是把它變成整數的 也就是說呢 我計算出來一定有小數點 但是有小數點放進來 基本上 我想你繳房貸不太可能會繳0點幾塊錢 一定會取整數 所以這裡的話 我會先給它一個整數 我先把它去掉 那公司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什麼? 其實就是 你就打一個PMT 那我將來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MyPay MyPay實際上就哪一個呢? MyPay實際上就這一個 這個叫什麼? 叫MyPay 有沒有要放到這邊來對不對? 然後這個叫什麼? 叫RangePay 所以這邊是我將來要輸出的 這三個是什麼? 輸入 這兩個 那我還要輸出的 那我會先不要辣